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 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前立委李胜丰 指振好 大家好 前大使借文吉 翟轩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还有前海军舰长吕李时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立刻关注今天贺锦丽川普 这个美选的第一场 他们两个人的交锋辩论 那我们看很多的这个报道啊 接二连三的全部都开始在 针对花絮也好 针对两人的交锋也好啊 陆陆续续的这样端上台面 当然大家关注是 谁表现得更好呢 那我们先来看看 现在贺锦丽的表情包也翻红 就是人家截了她好多图 微笑啊摇头啊困惑啊 大家都觉得说 这样子的表情包 有的人觉得挺好的 就反映出来她的真诚 那也有人讲说 这是不是不适合 当总统的一个象征呢 所以有这种两极化的反应 那川普说要送她一个MAGA 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 那贺锦丽就是把手铐在下巴 摆出一副很有趣的表情 可是一个总统角色 然后是以表情取胜的话 这真的对她加分吗 可能对年轻人来说是挺亲切的 那另一方面呢 川普跟贺锦丽 他们也不管这个BMI原则 在静音的时候 频频向对方插嘴 当对方有指控的时候 就是不时的插嘴来 这个辩驳反驳对方 那但是呢 在这个辩论结束之后 又有一个 是不是会影响到 最后选情的一个 动摇性的影响呢 我们看到 小天后 不算小天后了 天后泰勒斯 她在IG上面宣布说 支持贺锦丽 终于被民主党给等到了 上次她也是支持拜登 但是迟迟没有表态 不过呢 我们看到她刚刚的发文 还抱着一只猫咪 她讲说 2024年在总统选举里面 她会投给贺锦丽跟华兹 选择支持贺锦丽 是因为她相信 她有相信的权利 这些价值是需要 她来捍卫的 而且她这个照片 其实有玄机 她是要怎么样呢 她是要dis那个范斯 就是因为范斯之前 不是讲说 没孩子的养猫女士吗 所以她最后自己署名 也是没孩子的养猫女士 等于说她这一番话 也帮忙替下一回 副总统的辩论 掀开了第一波的战火 那我们看到 这个也有一些 这个美国的媒体 曝光了这样子 即时民调 有63%的选民 认为贺锦丽胜出 当然这个也是 比较偏民主党的 这个媒体来调查的 因为也有很多 这个比较偏 共和党的声音 是觉得说 明显啊 这个川普表现的 就是比贺锦丽来得好 所以现在双方都觉得 自己表现得挺棒 连川普自己 在结束之后 都觉得 自己表现得太棒了 那我们来看看 现在这个 川普他讲说 现在统计的结果出炉 这场辩论当中 川普和拜登辩论时 比起贺锦丽多讲了 五分钟的时间 那事后呢 贺锦丽团队还呼吁川普 说要再来第二次的辩论 所以大家再等等看吧 会不会有第二次的交锋 那两个人正面交锋 包含哪些话题呢 首先先来看一下 这个贺锦丽团队 本来在这个辩论之前 就讲说 他们要采取一个 激怒川普的模式 然后他们也对外说 他们达成了 他们有成功的激怒川普 那川普的公式呢 就讲到 贺锦丽政府的移民政策 让数百万的罪犯 进入到美国 导致犯罪率上升 贺锦丽立刻反击 就说你自己本身 就是被起诉的罪犯 所以这个回马枪 这个打的也是挺狠的 那再来看看 川普还讲说 移民政策会吃掉 美国人的宠物 人家就讲说 你怎么会有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很狂妄的一个发言 但是他在讲的时候 竟然ABC的主持人 也跳进来 反驳这件事情 就被人家质疑说 是不是不太公平 怎么主持人加入了辩论 那我们来另外看一下 贺锦丽的公式 他就说 居住成本对于我们来说 真的太高了 但是这就是你 川普留下的烂摊子 导致我跟拜登 必须要来收拾 这样子的一个烂摊子 那川普反击 他就说我有关税 但是没有通膨 我的经济很糟糕 正是因为通膨 正是动摇国本分裂国家 那这个现在 就是你们 这个民主党造成的 这样的一个经济问题 而且这是前所未见的 那后来最终 大家最关注的 就是晶片战这件事情 贺锦丽是讲说 川普你对中国大陆 不够强异 你怎么是把武器 就是这些晶片 卖给了中国大陆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两个人的交锋 这件事情 resulted in a trade deficit one of the highest we've ever seen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 he invited trade wars you want to talk about his deal with China what he ended up doing is under Donald Trump's presidency he ended up selling American chips to China to help them improve and modernize their military basically sold us out what Donald Trump did let's talk about this with COVID is he actually thanked President Xi for what he did during COVID look at his tweet thank you President Xi exclamation point when we know that Xi was responsible for lacking and not giving us transparency about the origins of COVID they bought their chips from Taiwan we hardly make chips anymore because of philosophies like they have and policies like they have I don't say her because she has no policy 川普讲说 这些晶片 是台湾卖给 这个中国大陆的 所以这个锅甩了过来 那在这个美国 自己本身 全部关注度 都在美选辩论上的时候呢 其实中俄 他们有一些 军事上的动作 他们现在在海声威 启动了大规模的军演 莫斯科就说 是从地中海 到太平洋演习的一部分 换句话 是不是中俄 用大洋包围 反包美国的联盟呢 那俄罗斯的这个国防部 就讲说 他们有这个包含了 四艘的这个军舰 就是四艘的中国军舰 还有一艘的补给舰 和俄罗斯的舰艇 一起在海声威 大陆念旧海声碗了 来进行这个 大洋2024的军演 那就是要捍卫海上的交通 跟海上的经济活动 那俄罗斯 他自己是出动了 400多艘的军舰潜艇 还有这个支援舰艇 来参加这个大规模的演习 那他这个大洋包围的方式呢 包含了太平洋 这个北冰洋 地中海 波罗的海 还有离海 要从一直持续到 从现在持续到 9月16号 所以这个时间规模 都是前所未见的 那这是不是也反映出来 中俄更 反击的力道更大 你要在我这边第一岛链 我就用一个大洋 反包围的方式 来跟你美国叫板 那另外呢 日本的媒体也讲到说 现在大陆的军舰呢 也去到了日本的领空 但是呢 这一次的这个消息 竟然没有使用热线沟通 明明之前已经有设下了热线 是不是反映出来热线 只是图具形式呢 因此看起来好像 在这个很多 快要擦枪走火的战争点上面 这个美中 中美之间 他们也是要赶快设下停损点 那包含了像是南海 他们用高层视讯对话 就讲说一定要维稳现况 不能够让南海这边 变成下一个未爆弹 那我们来问一下 介老师 介老师怎么看今天 这个两人没选辩论的表现呢 这个辩论我看 那个川普是表现正常 Camila是 她是第一次 面对全美国的民众 他们这个民主党的测试 就是说让美国民众 知道她的价值 她能够升任美国总统 这样的一个职务 我觉得她表现的 比预期的好 比她的 这次表现 我觉得表现最差的是 主持的电视公司 叫ABC 她两个主持人 基本上加入辩论 她不是提问 她直接加入辩论 直接反驳 直接反驳川普 让Camila没事干 这个就变成 她可以去主持 变成本来是 一对一的一个 辩论变成三对一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对川普 是一个加分 因为本来她就质疑不公平 对 其实川普就一直认为 美国主流媒体 对她不公平 那这次不就证实了 这就不公平 你再怎么讲一个公平的竞争 主持人不要加入 也出拳 也加入出拳 攻击其中一个参加 辩论的一个选手 对不对 裁判直接出拳打选手 那这有点 有点这个 在全世界人家看 美国媒体 这些媒体 他们念的那个 新闻学 是不是跟我们念的不一样 媒体要客观公正 既不客观也不公正 自己加入一起去打 而且在辩论会 我觉得 这个是帮了 卡米拉的盗忙 当然 没有不出意料 所有的美国的媒体 主流媒体 大部分 都认为 卡米拉 碾压川普 把这个 川普打得 溃不成军 然后 还有媒体 CBS 什么出来 就是说这里面有八项 这个错误的讯息 False Information 就六项都是川普 这个也错 那个马上拿事实来 来这样子 那可是呢 很奇怪的 因为我除了看到 美国媒体的第一时间的报导 我也看就是说 他在这个不同媒体上面 这个所谓的电子媒体上 他这个实况转播的时候 下面那个观众的评论 那支持的川普的 事实上多于支持卡米拉的 所以就变成观众的反应 跟媒体的报导 我觉得有一点 有一个很明显的落差 所以 现在就不晓得了 可是就是说 卡米拉的表情 是丰富 从 喜怒 哀乐 怀疑 犹疑 然后有一点失落 有一点挫折感 到最后有一点茫然 什么表情都有 我看他的表情 大概有差不多十几种表情 他是要凸显跟拜登的不同 那这里面就变 就是说 当你笑得很开心的时候 人家会觉得 你觉得你洋洋自得 你砍了川普一刀 可是他被川普盘的时候 他的脸上又很失落 所以就变成 他都喜怒哀乐 全部在脸上 我看有一些 行鱼色 喜怒行鱼色 所以就有一些 我看有一些 在看的观众就说 这个东西如果说是一个 国际上的政治场合的话 有点不太适合 沉不住气 就变成就是说 人家就变成就是说 这个会怀疾 他对大场面 他这样子的喜怒行鱼色 是不是恰当 那当辩论上面的话 那要说就是又是 这个主办单位的题目设计 又有一点在 就是说完全要修理川普的意思 去问他一些问题说 如果你这次又输了 你会不会又搞一次 那个 2000年 那个1月6号的事件 然后你认为你上次选举 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 所以这些问题 事实上好像 是帮卡米拉在问问题 不是说我今天拿一个舞台 让你们两边 把你的证件说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 我们还要 一下你看媒体 美国媒体的反应 我觉得未必反映出 美国选民的真实的 对这场选举的真正的感觉 真正的感觉 我看就是说 未来的一个礼拜 要看一下民调 可能会比较清楚 那请教杰老师 其实最近有一个 美国很知名的一个学者 他分析就是说 这个选情 他认为关键是在 美国这个白领的 温和派的白人 到底会支持谁 如果都支持川普的话 川普就赢 支持贺锦丽多的话 贺锦丽就赢 为什么说是这个白领的 这个温和派 这些白人男性 白人 因为事实上的话 我们看族群 我们看种族的分布来讲 美国再怎么说 现在白人 排斥拉丁仪的白人 美国白人 纯白人 61.6% 那个Latino 就是拉丁人的 他里面有白的 有中的 也有比较黑一点的 他有18.7% 黑人声音很大 又选总统 又当副总统的 黑人12.4% 亚裔只有7%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这个美国现在的 这个最多的族群 种族还是白人 还是白人 所以就是说 这一次如果说 两个白人选的话 那说实话 种族问题不是问题 可是问题 现在这一次是 一个白人跟一个黑人选 你不要看什么党派什么 摆在面前 就是一个白人 一个黑人 那你看美国现在 目前这个种族的 这个分布的话 你觉得对谁比较有利 所以就变成 就变成就是说 蓝领的白人 不用说了 很多人都认为 一定是支持川普的 蓝领的白人 那白领的白人里面 就看他的温和派 他的倾向是什么 那你看美国现在 这个为什么 这个辩论变得很难变呢 其实 就变成到底选民 支持 选民他们想的是什么 他认为什么议题最重要 八月的时候 这个经济学人做了一个 这个民调 美国选民认为最重要的 这些议题是什么 总统的政见最重要是什么 最多20%认为是什么 就业跟经济 包括通膨 所以20%最多人是在乎 还是经济议题 然后呢 这个好 这个移民议题是第二名 12%的人认为移民议题 是最重要 10%的认为健保最重要 7%的人认为堕胎最重要 16%的人认为公民权益最重要 3%的人认为国家安全重要 所以你就看选举最后还怎么样 还是一个很怎么样 很接地气的一些 老百姓还是在乎 谁当选对于我的这个口袋 对于我的生活 这个影响最大 所以这个又会 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 你要就可以摆脱 两个候选人之争了 你看其实结构就是这样子的 那你在看这个两个候选人 哪一个会比较接近 大多数选民所希望的 那样子的政见 他的政见比较接受 接近大多数选民的这个 这种想法 所以呢 现在美国还有 大概六十几天了 所以很快了 那当然就是说 礼拜三的这个辩论 这个重要拐点 很可能 这一个辩论以后 大家都知道谁输谁赢 那也许可能平手 不过呢 就是说 这个辩论非常重要 那谁比较怕呢 有一个人从9月5号开始 就躲起来了 到现在没看到人 听说在恶补 在被资料 在恶补 所以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是不是已经 濒临红军城的城下了 我们当然还是用地图来显示 现在乌克兰在红军城 实施宵禁 因为俄罗斯人距离这边不远了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有 这样的一个宵禁的行动 那为着要提高警觉 只剩下最后的一里路 那估计还有两万多名的居民 仍然在这个 这个红军城其中 我有看到一些他们当地的报导 就说他们已经开始 有一些人已经要撤离了 那让人蛮不舍的是说 有一些老人家 他们就选择留在这边 然后跟他们家里面的年轻晚辈 就是道别 所以年轻晚辈就开始撤离 然后老人家就说 现在也走不动了 就继续留下来在红军城这边 希望不要有太大规模的 这种伤亡出现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目前在距离 红军城非常近的 这一个库拉霍卧 库拉霍卧城已经展开了 激烈的战斗了 这个现在目前 俄罗斯转往这个 库拉霍卧来 这条路来攻过去红军城 因为这边的防守可能是比较 乌克兰防守的更 就是等于说更严密一点 所以他们现在拐个弯 从旁边 这个从南面来攻这个红军城 那再来我们看看 还有这个相关的报道是说 这个他们其实 俄罗斯在顿巴斯的主要目标 其实不是红军城 是库拉霍卧 因为库拉霍卧呢 是有非常多乌克兰的武装部队 在这边的位置 所以他们其实是要断掉 这个乌克兰的武装部队 可能再往这边过去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来打 这个库拉霍卧 那这也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暗示着这个攻击战略位置 以及军事基础的位置 不单单只是占领特定的城镇 也就是说 之前我们有一些军事来宾 跟我们分析的 是不是他是一个大乌冬策略 所以他现在不只是要拿下红军城 可能连包含其他这些 其他地方通通都要拿下来 才是他现在一个主要的目标 俄罗斯说 他们现在顿巴斯加速攻击 不愿意和谈 八月以来已经夺了千平方公里 这样的一个土地 的确现在大家都在争取 是不是在没选之前 能够占领更多的土地 来作为接下来日后的一个谈判 立基点 那现在俄罗斯在库斯克这边 也开始攻击 这个库斯克旁边的一个城市 叫做霍夫昌斯克的周边地区 那霍夫昌斯克又在哪呢 我们来为大家画出来 库斯克在这边那霍夫昌斯克在这边的位置 所以他现在已经开始在攻其他的位置 想要赢得更多的赢面 那库斯克这边现在目前的局势 看起来对乌克兰是不利的 有这样的报导 他们说现在克里姆林宫的军队 正在这个对内刺客前线挺进 而基辅的军队呢 则是在入侵库斯克之后 就从基辅调派过去的人呢 现在已经被困在俄罗斯境内被围住了 那这个乌克兰是不是现在强弩之末 昨天有一个突发消息 他们有144架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 这是空前的一个动作跟场面 有72架在布洋斯克州上空 还有20架是到了莫斯科州 14架呢是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库斯克 还有另外13架是在杜拉州 另外还有其他5个地区的攻击定点 那这样子的一个攻击 会是一个最后一波的攻击吗 泽伦斯基就讲啊 讲说现在因为红军城真的是已经被包围了 需要赶快请盟友们在9月份就 把你们承诺过要给我们的一些武器 赶快送到这边来 不然我们的军队恐怕少了这些武器 可以做这个抵抗啊 那另外这个乌克兰的总理也讲 哈尔科夫现在目前的热电厂都已经被摧毁了 换句话说现在目前天气越来越冷 冬季要到来了 可能又要有40万人要离开乌克兰 这是目前眼前要发生的事情 但是在乌克兰内部 其实现在是有两派不同的一个看法 对于泽伦斯基是有一个怀疑的态度 因为泽伦斯基不是进行了大规模的内阁改组吗 他们内部的声音是认为说 这个改组的时间真的是再糟糕不过了 我们只是累了并不需要新的部长 我们需要的是新的士兵 所以民调机构在8月份调查 泽伦斯的支持度从今年的1月份的69% 现在下降到45% 因为他们认为就是挣钱换将乃是兵家大吉 你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 突然换了这个国防部长跟相关的一些官员 所以导致他们前线更加的混乱 因为这个可能刚上任的官也不知道怎么样调度 他不是那么的清楚状况 反而造成了他们的前线混乱 那还有很多乌克兰年轻人希望赶快透过谈判来结束战争 但是前线的官兵却是不同意停战的 也就是说双方是这样子战斗人员跟非战斗人员 关系越来越紧张 这是乌克兰现在目前内部的状况 那现在尾巴也好 乌二乌也好 两场战争到底该怎么样结束 变成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当然今天没选的时候 不论是贺锦丽川普也都有提到这个问题 川普讲的是什么呢 他说我希望战争结束 这样才符合美国的利益 不然可能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说如果他当选的话 他会让普京跟泽伦斯基赶快达成协议 因为美国对乌克兰援助太多 贺锦丽就反攻他 说如果你当总统的话 现在普京就做到基辅了 意思就是说 如果川普当上了美国总统 乌克兰就消失了 那川普就反击他 讲说不会啊 如果是他当总统的话 普京应该会很高兴 因为他就不需要再继续战争了 那反过来尾巴战争又变成了 这个民主党的短板 川普就讲 贺锦丽在纳坦雅湖访美的时候 必不见面 代表说 你这是讨厌以色列 如果换成你贺锦丽当选的话 以色列就要消失 所以他们互控在这场战争当中 这个对方都会使得要嘛使乌克兰消失 要嘛使以色列消失 这样子在辩论场上的一个交锋 而坎贝尔呢 他是讲说 这是北京的问题 北京一直在跟莫斯科提供非常实质的帮助 一直把一些潜舰啊 或是导弹啊 军事技术啊 俄罗斯这样子交给了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呢 也是协助俄罗斯来提升军力 所以拜登现在也很头疼 他在讲说 到底要不要提供给乌克兰长城飞弹 他说正在努力当中 现在看起来好像 这是不是一个拖自觉啊 反正先赶快把问题甩锅给中国大陆 就不是他的事了吗 那我们先来问一下 借老师怎么看呢 现在这个整个乌克兰的战况 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乌克兰如果没有这个外援的武器 它很难以为继 所以你看这个 泽伦斯基居然讲说 所有的协议必须尽快实施 感觉好像跟我们台湾蛮像的 买了武器结果都没有看到 都没到 对 还有他说九月需要的东西 必须九月份交付 可见现在战场需要的东西 有些东西还没交了 对不对 你不管是德国或者英国 还是法国还是美国 你答应的东西没有到 那你怎么办 你这个前线乌军的 我们现在的状况 听说他们的逃兵的次数 非常的多 现在光被军阀审判起诉的 逃兵人数有1.9万人 乌克兰整个大军也不过60万 有将近两万人逃兵了 这个逃兵是很严重的 逃兵就表示 他对这个战争没有信心 对 虽然我们相信乌克兰人 保家卫国的决心 可是为什么这么多逃兵 那另一个现象就是说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们在前线的调防 现在已经到了第一线 你可能20天下不来 然后你看长期在战争的威胁下 是很恐怖的 你也不能回下来 洗个热水澡 吃点热餐 你就要在战壕里面 待个一二十天 这个对士气也是损伤蛮大的 那现在本来认为就是说 看这场战争是谁拖谁的问题 现在看起来这场战争 其实我觉得就普丁来讲的话 他不但拖住了泽伦斯基 他也拖住了整个欧洲 你知道就德国来讲 这场战争已经让德国 现在最大的一个右翼的党派 叫另类选择党 现在已经变成德国第一大党了 也就是说这个战争已经造成 德国本身的这个内部的政治 已经走向激烈路线了 那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内政 都已经变了 像法国 以前那个国民阵线 根本就是小党派 现在是法国最大的党派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其实普丁 他这场战争已经改变了 被欧洲国家的政治 现在正在影响美国的选举 你看川普跟 你看这个贺锦丽跟川普辩论的时候 谈到这两场战争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的观点 是如此的分裂跟分歧 也就是代表这两场战争 对美国来 尤其俄国战争 对美国来是有分裂的效果的 所以到底这个战争拖得久 对谁有利 是对普丁有利呢 还是对美国还是西方有利 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 已经过了那个点了 看起来是对普丁有利了 所以这个战争真的是变化多端了 最新战况 那我们今天有特别引用一些纽石 它最新的地图 让大家看看到底这个俄军逼零 红军城有多接近 首先先来看一下这一个图 这个图就是纽石的图 它是说现在浅色粉红色的这个区块 是原本俄罗斯所占有的这个土地 但是就在今年的六月之后展开了一波 攻往红军城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红军城 所以现在已经近在咫尺的这种感受了 它这个光是六月份就斩获了这么大一块的新的区域 就是直逼红军城 那图像上面就是这样子 从顿涅刺客这边突出来的这一块 就是逼往红军城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张图 同样也是这个纽石给大家看的 就是说你看看 在这个地方非常繁华热闹的就是红军城 在距离不远处的这里 已经是这个俄罗斯已经达到非常近了 可能就像是我们到台北车站这样子的一个距离 那这么近了怎么还没有进红军城呢 你现在在画面上面看到这一些线条 通通都是这个乌克兰 他们反坦克的壕沟 然后还有一些他们这种圆形的战壕 这边非常密集的布建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画的地方通通都是壕沟 这样子来阻挡俄军的攻势 所以现在看起来战况非常的胶着 就在这边激烈的这样进行攻防 那现在这个俄罗斯也讲到说 他们从乌东这样子推进 已经这是这一面区域 大概就是1000平方公里 而且讲说现在迎面已经在他们手上 所以他们说不会采取谈判 他们应该就是要拿下红军城 作为他们现在目前的一个首要目标 那再来我们来看看 除了红军城现在已经濒临沉下之外 库斯克这边俄罗斯也是展开了一阵的反击 库斯克就是在俄罗斯的境内 普京现在下令俄军10月1号前 要夺回库斯克 现在两军已经开始激战了 那乌军呢我看到一些图片 就是最新的战情 他们现在已经是在苏美的边边了 就是已经被逼到 就是库斯克一路退守 现在大概乌军已经回到苏美的边边 那被这个俄罗斯给包夹 那俄罗斯的主力部队也派出了装甲车 正在与这个乌克兰的部队 正在进行激战当中 那所以你看到乌美也转述 现在这个西侧的战况恶化 也就是说他们被逼到角落这样子 因为俄罗斯发起了重大的反攻 已经夺回了10个定居点 所以看起来 虽然他们打进去前一阵子有一波 这个宣传说我们打到了俄罗斯境内 可是现在眼看着恐怕又要被俄罗斯给收了回去 所以乌克兰索性在红军城库斯克之外 再拉开一个战线 昨天有讲到说乌克兰他们大规模 百架144架的无人机开始 这个狂轰俄罗斯的各地各个州 这样子狂轰 那最远的打到哪里 最远的打到了 你看这个挪威旁边的俄罗斯这一块 叫做摩尔曼斯克州 他最远打到这边 乌克兰在这里 他竟然无人机飞到这个地方来攻击 所以俄罗斯说你这个也是打太远了吧 已经打到了俄罗斯跟芬兰挪威的边界 那这个也造成了俄罗斯的一些轰炸机 在这一场的攻击当中有受损 那乌军他们甚至 还拉开另一个战线 在跟波兰军的边境 现在有1.4万名的乌克兰士兵 集结在白乌边界 人家想说奇怪这个时间点 他怎么不去守红军城 不去守库斯克 然后跑去到乌克兰 到这个跟白俄罗斯的边境那边去呢 那他说可能是想要把芬兰波兰 一起拉入这一场战局 来寻求北约的支持 就是是不是已经闹了破罐子破摔了 强弩之末 我就干脆这样子 把大家通通都拉进这场战局 我才能够有继续打下去的气势 不然对于泽伦斯基来说 他也是含说希望9月可以结束这一场战争 那再来我们看到 这个百架无人机现在轰炸俄罗斯 连莫斯科同样也是在攻击的范围内 那俄罗斯也造成了 就是有三人受伤 然后43人彻底 也有这个不幸的这个46岁的妇女因此而丧命 那基辅方面现在看起来 未来几周就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攻势 有一个最新消息是说 他们因为乌克兰他们自己本身有一个无人机工厂 现在又交付了1000架的无人机 送往这个红军城这一边 要来应对 也就是接下来几天俄罗斯的新一波攻击 那再来我们看看 因为拜登不是喊出来吗 正在研究是否允许乌克兰使用长城武器来打击俄罗斯 俄罗斯该不会要跟美国宣战了吧 俄罗斯喊的这一番话 就讲说 你要注意 这个举动就是正在向第三次世界大战在铺路 你要做出这样的决定的话 俄罗斯会做出适当 对美国做出适当的回应 所以现在大家很紧张 连英美的最高外交官 像是布林肯跟英国的外相 外长 也都去到了基辅这边 所以现在希望赶快把这场战事 是不是可以在10月之前 俄罗斯的大动作 反攻之前 能够赶快看到一些和平的曙光 但是华盛顿又去批评北京 就说这次都是你 在后面援助俄罗斯 提供一些什么战争武器 是不是才会让俄罗斯对于乌克兰一直在侵略 所以好像也想要把中国扯进这场战争当中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 现在俄军 大概就是说现在9月初了 到中旬 我觉得大概俄军要加强攻势 加强攻势 因为再晚的话 就是说天气冷就不好打了 所以他必须有时间的限制 10月要半金砖 10月要半金砖 另外就是说美国大选也差不多了 他要在这个里面 要有一个能够影响美国大选的一个战局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打下来你就看到尤其普丁 他那个战略是非常清楚的 那个战略都是有多方全盘考量的 跟这个国际局势都密切的配合 那现在就是说我看那个川普他在上飞机之前 他现在走路越来越像那个钢筋水泥做的 走路看那个背影 我讲错了 拜登 拜登 那记者问他在上飞机的时候 听说美国在考虑要放宽 这个原污武器的使用打击范围 他说 We're trying to work it out 我们正要把这个事情 你可以说是他在考虑 可是 就是说把这个事情work it out 就有一点正面 也就是说他比较正面在思考 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 那这个就基本上真的就是 他在考虑到的是他这次选举 他应该也推测到 普丁想要借这个恶务战争 来打击川普 来打击这个拜登 民主党 尤其是这个贺锦丽的选情 因为对拜登来讲的话 你只要川普上台了 川普昨天的辩论会也讲 他在当选总统以后 他还没有正式就任 他就把这场战争给他停下来了 所以呢要想尽办法 要让这个川普当选 拜登不就等于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个普丁不就不战而屈人之兵了吗 所以他现在一定要想尽办法 那么在恶务战争 让他产生一种状况 是有利于这个川普在美国大选的选情 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就是双方都在考验智慧了 那不过就是说 现在我觉得美国已经放松的 也不是放松的 美国在协助的就是 乌克兰的 无人机的攻击 无人机是不难了 你今天设计一个无人机 可是问题 打到1500公里 还找得到目标 还知道要打谁 这个就难了 这个你没有北约美国的 所谓的这个精密的导航跟定位系统的话 你是不可能办得到的 对不可能办得到的 那这种打击事实上的话 我看了打到莫斯科周边的城市那种爆炸 无人机 因为到底它的那个 载重量是有限的 所以它的爆炸威力是有限 你看一个房子最多 一大城这个几十户 它就炸到一两户 那个房子的结构也不会受损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这个只有心理上的效应 没有什么 扭转战局的 可是问题 你如果让这个 这个乌克兰用所谓的 陆军战术导弹 或者用海马斯去打的话 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 它的那个 那个所谓的那种攻击力 那种震撼 那种破坏就不一样了 所以如果开放的话 真的会如 那个 苏联提出来的 俄罗斯提出来这个问题 真的会立刻把这场战争 的这种 战况会升级 那另外我再讲一点就是说 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不支援 不支援俄罗斯 那才是做私良机的 这个时候不支援俄罗斯 什么时候支援俄罗斯 长城武器可以打的话 可是这个武器它 它所在有的这些 所谓的破坏力 跟那个爆炸力有多大 也是很影响的 对 你除非你是这种 像温压弹都不太常用的 还有就是说 现在俄罗斯有这个滑翔炸弹 那这些是有大爆发力的 对战局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要不然你打一颗火箭弹 你对这个战局的影响不大 只有心理上 心理上的这种作用 那不过最近就是说 看起来这个整个普丁的战术 是开始全两个战线 一起进攻了 那么尤其在这个库斯克 现在乌克兰 这个普丁已经下了军令状 要在10月 要收复要10月1号之前 要收复司徒 所以前一阵的战国 是说已经占了十几个 俄罗斯已经打回十几个 这个居民点 往前线一直推 那其实这个库斯克 我觉得攻守意识会比较快 因为他不像在东线 他经过长期的战场经营 各种的战壕 这种防御公司都构筑得比较完整 那你今天你这个 乌军打进库斯克 也不过一个月都不到 他根本还没有时间 做这种防御公司的构筑 那这个时候 俄军打下来的话 他只要军力火力够强的话 你也很难挡得住 而且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 这种可以作为战略 固守的这些地形地物 而且他的居民都已经撤走了 俄罗斯要炸的时候 其实他们没什么顾虑 没什么顾虑了 所以就变成这个 事实上现在变成 不是一守难攻 而是一攻难守 而且你要守的话 那你就要怎么这样 你要不断的加兵力 所以其实我倒是认为 就是说以普丁他的战略 基本上他还是怎么样 有一点深东即西 库斯科打下去的话 让你现在库斯科的乌军 你不但不能够把他抽掉到东线 来支援东线的吃井的战士 你可能还要加强在库斯科的乌军的阵营 你还不断的增援 那俄军在打库斯科的时候 同时东线也是在加强 所以两线都在加强的时候 就让乌克兰感觉贝多利分 所以每次我看到 不管是有外交部长 或者国防部长 尤其北约国家的 尤其是美国英国这几个国家 跑到基辅的时候 通常都是乌克兰战事不利的时候 去了以后 马上就怎么样 给钱给枪 每次给钱给枪的时候 就表示这个战场 战事对乌克兰不利 那是就是我们 因为双方的军事情报 大家都是用欺敌的 都是讲自己的捷报 可是我认为这个 这个美国要宣布大量军援 美国又要给予大量的精援的时候 就是乌克兰在 战事对乌克兰不利的时候 是不是开启了三折机的时代 现在根据最新 我们算到今天中午12点为止 现在手机预约的人数已经到了 快要500万人了 491.4万这样的一个最新数字 还算到中午12点 还不是算到刚刚两点钟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破500万了 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这样子的一个非凡大师 而且你看这个动辄最高规的是要人民币 两万三千九百九十九元 这是太疯狂了 那当然昨天很多的这种影片的直播啊 或者是新闻的报道啊 都拍摄到说在这个华为的门店 有大排长龙的人潮 我们立刻来看一下 非常非常多的人都选在这一天 然后去到了华为的旗舰店也好 门店也好 要去亲眼看一看三折机是什么样子 这就让大家想到说 当时iPhone一开始推出来 那种化时代那种感觉 大家想要看看 完全没有见过的一个 新的科技性的新品到底是怎么样 我还看到有店员呢 拿着白色的手套 然后小心翼翼的把三折机 放进了展示柜当中 然后旁边这个围满了人 这样趴在玻璃窗这样子 啊要看一下里面华为三折机 到底长怎么样 大家都想要争先目睹这一刻 这真的是一个化时代的作品 那他们就讲到说 这个XT的T呢 其实就是指的有三层意义 我们看余晨东讲 T就是三折 就是three 还有这个尖端的科技top 还有未来的趋势trend 所以它是三个T这样的一个意义 那它就是一般人想做 但是做不到的产品 其实有人说要反向思考 它叫做可以折起来的平板 而且还可以打电话 对于高级人士来说 他并不想要平板那么大 我要因此拿一个大包包 我小小的一个随身包 就可以放得下一个平板 对他们来说 他们才会是这样子的一个 瞄准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 那中国大陆呢 其实现在很多人就讲说 啊抢不到啊 甚至还有转手价已经炒到了 人民币九万块都有啊 所以这真的是非常的轰动 但是呢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 就几家欢乐几家愁 华为这边哇 人潮满满 那另一边刚发布iPhone16的 北京三里屯苹果旗舰店呢 却是这样子啊 冷冷清清 那讲说哇真的是反映出来 被逆袭了 苹果现在在大陆市场 真的是不香了 就连苹果的员工都跑到华为那边去看发布会 我们来看看画面 网友在讲说 又是遥遥领先了 你看到这个苹果的店员 还穿着这个制服就跑去看 很认真的在看华为的发布会 就是因为在隔壁 所以他们就是跑过去 穿着制服不管那么多了 去看看华为到底发了什么样的 惊天动地的新产品 那联合早报他就讲说 不论是华为或是苹果 其实这是一场品牌影响力的较量 CNN也讲说 现在目前最新的数据显示出来 华为智慧型手机 已经这个直接影响到 苹果高阶市场 在中国大陆这个市场的 占有率的表现了 那再来除了华为跟苹果的对决之外 你看到美国众议院 现在竟然投票禁止 大将无人机 甚至还要来限制宁德时代 那毛宁回应了 他说坚决反对这样子 歧视性的措施 然后无理的打压 那美国的这些参议员就讲说 他们这个因为看到中国 喊出2025制造 所以不能掉以轻心 现在就必须要开始限制 因为大陆已经在四个产业 成为世界第一 五个产业已经接近了目标 已经要被超车了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 制裁的大棒金箍咒 又要扣向中国大陆 但是真的有办法进得了吗 你看看之前 其实不是也是喊得雷声大雨 点小说 要禁止大将吗 就后来发现 偶尔用自己的无人机 飞不上山顶 所以赶快取消了 要进又进不了 这次又是喊喊而已吗 还有呢 会不会伤到他自己 马斯克之前也是跟宁德时代 他特别四月份出访的时候 去看了宁德时代的老板碰面 因为他是特斯拉的主要供应商 福特也是跟宁德时代 是战略合作伙伴 所以你去进宁德时代 会不会反而自己伤到 自己美国的企业呢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介老师怎么看 其实这支三折叠手机 是全世界首创 就是说 它这个可以把它打开以后 几乎比我们看到的 miniPad还要再大 那三折叠手机过去 它技术上的问题 就变成你折三折的话 你会不会太厚 对 它重量会不会太重 那这么大一个 可是 现在看起来 我看了很多网上的 这个机子片 它非常的薄 有人比较过 它的三折 三折叠的厚度 跟二折叠几乎一样 所以它就做得非常的薄 那这个就是它成功的关键 因为你三折叠 你如果太厚的话 人家还是不好携带 对 那这也就是说 他们这个华为的宣传 就是说 你可以把一台电脑 就是说所谓的Laptop 就是说你一个手提掉 你可以放到你口袋里面 也就是放到你的 不是袋子里 是你衣服的口袋里面 因为很多男生西装 就可以这样放进去 对 商务人士 商务人士 那这个就是说 现在为什么荧幕要大呢 事实上 我现在所有手机 都把荧幕越做越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 使用手机时间 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你的荧幕太小 你的眼睛就受的影响 就比较大 对 所以你越大的话 你眼睛可能你的这个好 你的吃力的程度 就比较少 字也比较大 荧幕也比较大 伤眼的这个情况 就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你可是你大的时候 你又不好细带 像我自己就有一个 迷你拍 我就很少带 我连迷你拍 我都觉得比较大 麻烦 我常常在外面 就不带 你如果说是三折叠 打开又比迷你拍 还大的话 那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技术上的突破 那所以就是说 可以上网上去看 它的这个所谓的 整个的 它的工艺水准 非常的高 我认为它是一个 精品级的工艺 然后它的所有 那个转折点 那些金属 轴承 做的整个都做得 非常的怎么样 非常非常的精致 那还有就是技术上 其实是蛮难克服的 因为你三折叠的时候 你通常另外两个折起来 你有一个面 你就可以当一般的手机用 可是你要打开第二叠 变成两折叠的时候 它的萤幕立刻就变成两折叠 在那边平均的 这样子分布起来 三折叠又马上就变成三折叠 这个中间的技术是蛮难的 那相对于就是说 我们很多都是苹果的 我就是用苹果的 我从10用到15 我都觉得没有升级感 那现在15到16 看起来还差不多 对而且AI的话 台湾它那个AI功能的话 我们在台湾版本的也没有 对 所以呢 所以这个两个手机 真的是一个是 新时代手机 一个是旧时代的手机 差距很大 这几天我都在看 看这一支华为的这个 三折叠机 它是三折手机 那我看看 我有一个想法 其实我觉得它还可以取一个名字 它当时可能也在考虑 到底叫三折机呢 还是应该叫可折叠的平板电脑 对 它应该比较像是可折叠的平板 对它应该是 感觉上更是一个可折叠的平板电脑 因为平板电脑 现在蛮大的 那它现在这个三折机 事实上它的这个 这个size 已经跟平板电脑快接近了 那平板电脑你知道 它就是平平的一片 不能折 你打起来就是一大块 对不对 跟比砖头还大 拿着一样 虽然它很薄 那你平板电脑可以折叠 对 那就可以携带了 对 对 所以我觉得两个名字都可以用 就是三折叠手机 或者可折叠的平板电脑 而且还可以打电话 还可以打电话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真的是一个 我觉得是就是说 就手机来讲 或者折 就是说平板电脑来讲 都是这两种产品的天花板的产品 而且它把手机跟折叠机两个优点 折 就是说 折 据为一体 这非常不容易的 其实华为出折叠手机 已经出了十款 这不是华为第一支折叠手机 还有两折的 对折的 都有 那所以就在这个过程中 它已经累积了非常多的经验 那这个三折叠机 事实上为什么价格这么贵 我事实上我一直在研究 事实上它就在那个折叠的部分 它有一种铰链技术 这个铰链技术 它事实上有一些图片 会把它的那个表面拿掉以后 你看它这个在折叠的地方 那种机械设计 极为复杂 极为复杂 那这个就是工艺的 已经极致了 所以真的我觉得这个 这个华为的制造工艺 真的是已经有点登峰造极了 所以它是非凡 非凡大师 另外一个就变成就是说 还有就是它的薄度 真的是够薄 那这么薄的手机 那你里面的这一些晶片 或模组的话 那要怎么讲 要更小 更薄 那这只手机的话 你不是七奈米 那你的主要晶片 不是七奈米 你很难做出来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这个应该要找 有工程背景 做个手机来分析一下 这个技术上的难度跟突破 所以我觉得 这一次的三则手机 跟这个 所谓的苹果 iPhone 16放在一起 来相提并认 实在太给苹果这个 iPhone 16面子了 两个根本不是同级的 一个是什么 professional 一个是什么 一个一般的 就是业余的 有点这种感觉了 它这个是一个大的财团 它的这个产品 涵盖面非常广 家电 像在印度 这几次的这个 这个罢工的 都是它的家电产品 比如说洗衣机 或者说这个 这个 家电的这种 这些三星的产品 那 是造成它蛮大的 问题的 那个印度是这个 工厂管理是一大问题 我们台湾在印度投资厂 也是员工罢工 然后呢 它员工的种族太复杂了 你也要找对不对的 中间的干部去领导的时候 那个工厂会混乱 所以在印度 绝对不是很好经营工厂 很多都涉厂 很多涉厂 那可是呢 三星最厉害 当然还是它手机 三星手机 很多都还是市占率第一 全世界 比如说这个 今年的第一季 第一季 出来 三星的手机还是市占率第一 全球的20.8% 可是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 现在加入这个市场的前五名 很多都在分 它市占量不断的往上跑 像小米现在已经抽到第三了 小米去年第一季的全球市占率 只有11.4% 今年的第一季到14.1% 全球市占率 所以事实上 三星也好 苹果过去 他们的领先地位 还是在 可是它的领先的份额 算得全球市占率都在降 比如说 我们刚刚讲 三星是20.8% 可是今年的第一季 可是去年的第一季的时候 它还有22.5% 它就掉了大概1.7%了 全球市占率 所以它这个掉 事实上就变成是影响很大 而且现在就是说 现在在这个折叠手机市场 折叠手机是比较高价位的市场 那它的获利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它的市场掉的是特别快 过去在这个折叠手机市场 事实上的话 这个三星是领先的 它机型也多 推出来比较多 可是去年一年 它这个很多地方市场 尤其在这个中国大陆市场 东南亚市场 它的份额市占率 急速下降 而急速赶上来的呢 还不还不是还不是华为呢 是传音 是这个小米 是荣耀 这几支的这个 这个折叠机 大量的大量的 华为因为不能用安卓了 还能不能用 所以是荣耀的手机 在国际市占率大幅的上升 所以我觉得就变成 你的旗舰产品 如果说被快速的赶上的话 就造成你的市场的损失 造成你的收入的损失 所以才会造成全球裁员